手根深 持牛戒 狗戒 豬戒 这个牛戒 狗戒 豬戒不太一样 牛戒 狗戒是学牛跟学狗 用牛的行为跟狗的行为 持牛戒基本上是学牛吃草 学狗戒是学狗的行为 趴着像狗一样走路 然后学狗吃大便 这种牛戒 狗戒一直到现在 都还有印度人在奉行 就还有印度人在奉行 以前我去新加坡 马来西亚忘记了 他就说新加坡有一个印度人 新加坡有很多印度人 他说他们罗夏那个邻居那个印度人 那么他就持狗戒 那狗戒就是他早上起来 他有一个仪式 他在仪式里面晚了之后 他就学狗趴在那边 然后他会包一个 用一个树叶包一个 类似像大便的那个东西 然后包在里面 他就吃进去 然后学狗 那么他们非常浅诚 那么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每天还怎么样 好像他说他一开始不知道那是什么 后来看到佛经里面有记载 他就说这个就是狗戒 就学狗吃大便 他们包了那一块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么这些牛戒 学牛吃草 那么有牛的行为跟狗的行为 猪戒 猪戒主要是不吃猪肉 这个是回教徒的 因为导师这里引的是其实包含很多的宗教 如果是阿兰经引的 当然就也很多种 非常多 阿兰经里面 那么很多经典里面举到很多种 不洗澡的 或是说留丑法的 这里有站一只 举一只手的 举一只脚的 一直在树上的 把头埋进沙子里面的 类似像这样 非常多的行为 那释迦佛当初也有 我们就讲接近曲 释迦佛当时苦行是 用一马一马 一天吃一马一马 那也有断食的 非常多 甚至里面也有所谓的 都不讲话的 就是都不讲话 就是一辈子都不讲话 都不堪有讲话 那么这个其实也都是 接近曲里面的一种 但是有一些是比较有意义的 就是说苦行里面有一些有意义的 就是它是有意义的苦行 就是它会砥砺身心 那么这一部分就后来 就变成了陀陀行 就是佛教把它收射来 变成陀陀行 它是有意义的 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训练我们的身心 砥砺我们的身心 这一部分 那么大多数是没有意义的 无意义的苦行 所以无意义义当远离 其实那个是佛陀最初 那么教导大家 其实就是要断戒进去 无意义义当远离 好 那这个是猪间 这是回教徒不吃猪肉 道教徒守根深 那么不吃血 不吃血是 有一些犹太教徒他是不吃血的 不吃血就是不可以吃血跟带血的肉 所以他要清除掉的 那带教他只要有血 他就是不清心 那像回教他有一些肉是要念过经的 念过经的才清心 没有念过经的 其实就违反经济就不清心 那这种其实都从佛法来看 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那像所以我们讲说 以前佛教里面有所谓的 佛欢一杯水八万四千重 然后念一个咒 若不吃此咒如死众生 念完咒就可以喝了 这个其实也是接近去 没有念咒喝了就有罪 念了咒喝了就干净了 就像回教徒一样 这个没有念过经的若是不能吃的 念过经的才清静 叫做灾 所以这个没有道理 这个不是这样子 那你说这杯水这杯水有虫 八万四千重 你念咒之前你喝下去这些众生就死掉了 就等于杀生如死众生用 虽然肉是有一点点 也没感到有肉 但是你念了咒喝下去就没关系 那是怎样 那是你念下去这些众生就被你咒死了 还是咒不见了 还是喝下去就有肉就当没肉了 那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不合乎佛法 这样想不合乎佛法 这个绝对不是佛说的 但是我们后来都被人 我们只是照着做 也不晓得我这样有道理没道理 就像那些苦学坏道 那他只是照着做 这样做有道理吗 这样子可以解脱 解脱是因为你不吃肉吗 或是你没有持牛戒果戒 那或是说你升天是因为 牛戒果戒有些是因为要升天的 看见这条牛升天吗 但是他也不是说 就是说当时有一些苦学坏道 他用魂用功 然后有神通 他有天元通有宿命通 天元通看见这个牛死后会到哪里去 宿命通知道这条牛为什么做牛 他是知其朗不知其所以朗 他只看到这条牛三四都做牛 牛做什么业 牛没做什么业啊 牛就吃草啊 那么在牛 牛在印度是摄牛 牛就吃草 那牛没做什么也就有吃草 但是他死后升天 所以学牛吃草就可以升天 就变成这样 看到狗就变成学狗就可以升天 他不是看到他解脱了 看到他升天 他就认为那我如果要升天 我就跟他一样就好了 因为他升天之后我就升天了 这个有一点点就好像说 你看人家开水龙头就有水 然后金融卡去银行插进去 他就有钱出来 那你都不想想看 你那张卡里面有没有存钱 你那个水龙头有没有水源 有没有接到水源 你这样爪就要有水 那不对 所以这个有点像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这条牛 三生都做牛 可是他前几生 三生以前他做了很大的善事 他是因为这些善事而升天的 不是因为做牛吃草升天的 可是我们大多数都会这样 就只是用现前的因果来看的 那我去这个帮人家祝念 回来生病了 是因为祝念背了人家的业 那所以我 人家本来要跟他讨债的 那结果讨不到债 他向我讨债 所以我帮助别人 就要背别人的业 那就变成这个其实就是背因基因 这种观念类似太多了 我们有时候不了解 所以就常常有很多错误的行为 那这个佛教徒其实也不少 老实说 佛教徒也蛮多这种 我会里面奇奇怪怪的一大堆 好 那这个是不吃血 离奇起来其实蛮多的 但是这里是综合的说 其他宗教综合一起来说 离奇起来吃大便小便 然后南金女血 乐天晒在太阳里 这个印度就有 冬天睡在寒冰上 其实就刻苦了 那么种种忌惠 就是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然后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一大堆了 那自己佛教统也有很多忌惠 那自己佛教统也有很多忌惠 种种忌惠 囊处灾难 其实就是消灾免难 囊处灾难 就是消除这些灾难 那祈是祈求无法 那就是希望 祈求佛菩萨或神明或是天 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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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秦难 那秦难在各个文化里面都有 那水灾难就认为是河神 所以就要作坊 那么也许是同难同名 也许是祭祷 或者是种种 然后希望这个河神息怒 有时候天灾 旱灾 那么就要祈求上帝地震 那么就用这个祈求 祈囊的方式来消除这些灾难 那这种在经典里面 那么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像善生 善生童子 那善生童子六方礼 礼六方礼 它就是一种善生童子 这个 佛陀有一天经过善生的家门口 早上泼泼的时候 经过善生的家门口 那么善生就在那边 拜东方 拜南方 拜西方 拜北方 东南 东北 西南 西北 上下拜 它基本上是旅六方 六方是东 西 南 北 上下 现在我看有一些也是这样 他们讲先拜就拜 西街拜 很多道庙里面也这样 就拜一拜 然后东南西街 西街拜一拜 那么佛陀就问他 善生啊 你这样做是做什么 他说我父亲要往生的时候 要死的时候交代我 你每天早上要摘见命运 然后要开始离东方 离南方 离东方的时候心里面就学办要念了 念说东方一切的众生都攻见我 尊敬我 然后帮助我 然后我也攻见尊敬我 你也想这样 那么这有点像是说 你要出门之前对着禁止 跟自己想 我今天很庄严 我今天很漂亮 我今天遇见所有的人都会很欢喜 所有的人遇见我都会很欢喜 然后就出门去工作 他有一点自我暗示 或告诉你要怎么做 你遇见所有的一切人 你遇见所有的一切人 你都欢喜 你都帮助他 他有困难你都帮助他 那因为你这样 所以不管你遇见谁 谁也会这样对你 其实他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他其实只是告诉你 你今天不是从东方 南方 北方 西方 一定是从哪一方去的 那你去了一定会遇见众生 你的痛苦都从这些来的 那么今天你遇见这些人 你都对他欢喜 你都 他需要帮忙 你都给他帮忙 你都对他恭敬 那么你因他欢喜 那么他也会感受到 他也会恭敬你 然后如果你有需要 他会帮忙你 就像这样 那这样当然是幸福 这样那个设真的同志跟他 他的父亲跟他讲 你这样你就会幸福一辈子 但是后来就变成一种仪轨 仪轨就是 就好像金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幸福 可是你变成只是送金 你就会幸福 就变成这样 那他的父亲是告诉他 你早上要起床之前你就念这些 然后你这样才出门 结果他就以为只要把这一套仪式完成 他就会幸福 他就会幸福 其实不是 就好像我们说这个普分别告诉你 你要怎么做 你才能够离古得乐 可是你以为只要每天早上把普分别念一遍 你就离古得乐 一样的道理 那佛陀就知道这个善生同志错了 并不是早上你起来完成这种仪式 你就会幸福 所以他就跟他讲 那么佛教里面也有你六方 但不是你这样的 他就跟他讲 就是你把他拉回来 一切众生太广了 拉回来 孝顺父母 东方就是孝顺父母 就是你周遭的人 他把这个六方又变成 这个父母 师长 然后兄弟姐妹 然后左右邻居 亲戚朋友 然后撒门 婆罗门 你的奴婢 就帮你做事的人 你所恭敬的人 那你的父母 你的师长 那你的 你的妻子 你的子女 那这一些 那么你善待这些人 这个才是幸福的根本 就是你就 你必须把这一些善恋 就 把这一些善行 施加在你周遭的人身上 这个才是你幸福的根本 而不是你早上起来 东方一切众生 南方一切众生 西方一切众生 然后念一念你就幸福 不是这样 那他变成是一种祈求 我就照这样念 祈求这些上天 怎样 怎样 祈求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是这样的 你不学菩萨 不行菩萨当 你只是求菩萨 你就希望菩萨 带给你幸福 是给你幸福 让你消灾 那这个其实 其实不是佛陀教的 也不是佛法教的 那有点像善生童子这样 那么变成你福报 你在祈求 祈祷中 那么祈求你的福报 那消灾就更多了 更多种 就是我们念个什么咒 做个什么仪轨 然后我们就可以消灾了 甚至认为我们念个这些咒 我们就可以灭我们的罪 灭我们的业 五逆十二都可以灭了 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 真的没有这种事 你如果真的要灭罪 真的要消灾 灾是从哪里来的 灾就是灾磨 它是一种果报 果一定有阴 所以你要现在有阴有缘四千几 有阴有缘苦会产生 有阴有缘苦会消除 你的阴是错的 你就永远消除不了苦 那以前 以前这个楚昭王生病 那生病 生病这个 刚好太阳旁边有很多红云 就是云是红色的 然后围着这个太阳 然后这个国王就去问这个 问这个里面的太史 因为以前会看这个印象 他就问那应该要怎么办 那这个太史就说 那么这个表示国王 国王要死了 生要重病了 那又怎么样才能够 难除这个灾难 难就难除 消除这个灾难 他说可以做这个祭司 就是要刑记 这个要怎么样做呢 要做一个法会 然后把这些灾难 移到 这个移到将军 或移到宰相身上 就是把国王 把皇帝应该要受的灾难 移到别人的身上 这个楚昭王就不愿意 他说我把心的病移到大腿 移到手 不是一样 不是我在受苦 那这些宰相 这些大臣 就像我的手跟脚一样 所以他就不要 那而且他认为 他认为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 那么 他说 我只是把心的病 移到我的手脚而已 那还是我在痛 我丧失了大臣 我丧失了这些宰相 那又有什么意义 第二个 假设我真的有罪 那我又怎么能够消除 如果我没有罪 那天又怎么能够降罪给我 所以 他基于这样 他就觉得这样没到 他不做 结果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这个 这个算是爱妾 那么知道了 他就为了想要帮这个楚昭王 去除这个病 因为太史认为 国王有这个病 必须要做法会 把这个病 把这个死结 就是把这个病的这个灾难 而且要因为病而生亡这个灾难 那么 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才能够去除 这个就是难处 是其中一种 然后他就觉得 那么 我可以死 因为我死了没有关系 但是国王死了 这个国家就怎样怎样怎样 那国王又不愿意移到别人身上 所以他就自杀 想要替这个 替这个去跟楚昭王想 那么就是我把病移到我身上 就他自杀 而且他认为 我是甘愿替这个国王担这个病的 因病而死的 所以他就自杀死 所以自杀死 楚昭王也没有活过来 也是不久之后也是死的 那么这种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观念 其实在古代也蛮多的 就是透过一种法会 那是一种遗鬼 然后就可以去除种种的灾难 那我们现在佛教的比较常见的就是 一旦有病的时候 我们做药师法会 现在药师法会又要开始了 那药师法会 它并不是有效没效的问题 它是观念正不正确的问题 那很多人这个药师金 其实对中国的影响也蛮大 那很多人开始生病 他们就做所谓的药师元寿保卫 那其实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药师金 它跟你讲得很清楚 但是它有一些方便 比如说用49盏的灯 然后绑五色线 然后就是蓝49盏续命明灯 然后挂那个续命明反 那个翻 然后要念咒 药师咒 要念经 要放生 那么很多人就认为 这样就可以延寿 是不是 所以重点不在这些身上 如果依佛法的因果法来讲 那么如果你念已经近了 你是很难演的 但是也不能够说完全不能演 那一个就是你福报很大 福报非常大 那可以转成收入 那有一些是因为 你本来可以 比如说你本来可以活100岁 但是因为你缺德 或是你太损服了 所以它折瘦了 那你只要把这一部分补回来就好了 就是你本来可以活100岁 但是因为你缺德 折瘦或损服 太过浪费 那么你把 你因为我们人会死 基本上就两种原因 一种叫做命禁 一种叫做福禁 命禁就是受命禁 受禁 然后一种就是福报禁 那比如说你还没 你要来之前 第一你的过去生的业报 你今生可以活40岁 或是活60岁 或是活80岁 或是活100岁 它基本上 基本上是已经 就是说你来了你是做人 做牛 做狗 做男的 做女的 做美国人 做中国人 那基本上它是已经有 这个业已经有决定 那这个叫做受报 有饮业有满业 那饮业就是 引到六道里面 满业就是你寿命长短 那么这个庄严不庄严 父母好不好 子女有没有很这些 那么就是其他的这些 那么这些其实就是业果决定 那么你来之前基本上大起决定 但是他多少容许有一些增长 或减少 那是比如说你应该活到100岁 照理来讲你应该活到100岁 但是你这一次造了二月 损服缺的 所以他就会折手 可能折一半 可能折十岁 可能折五岁不一定 那你这一生 那你把折掉的你还没往生之前 你本来活100岁 结果因为你缺的 只能够活到 就折了二十岁 就往上八十岁 那你在八十岁以前 你又赶快补回来了 那又会增加 其实这样 或是说你的福报禁 你五十年就用了人家 六十年的福报了 你已经用过头了 你没有福报可以想了 所以你也要死 那现在你还没死之前 你赶快修复 就俯回来了 就好像这个米缸没有米 七天后你就饿死了 但是在还没饿死之前 米缸又有米了 那你就不用饿死了 这简单讲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有时候叫做恨死 恨死 这药师经里面讲的是这个道理 所以他也有讲 为什么已经决定要死的人 还可以领命 他说救的都是这种 不该死而死的人恨死 那么因为他命中是有受命的 不是有福报的 他还没用完 但是因为他缺德没有修 所以他把他提早用完 所以他就要死 那现在他知道道理 赶快把他补回来 他就又不用死了 他说演是演这种的 那当然如果你福报做的特别大 还是可以演 他自动演 就是你福报做的特别大 那么这个就也会演 还有一个就是你修神通 有这个四如玉竹 那么也有可能会演 就好像修仙道这样 那么也有可能演 那么其他的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就是你真的要严受 那么你第一个就是要除掉 让你可以折受的东西 那通常都是杀生越重 杀生就是短命多病 那么这个杀生越重 所以他教你的方法就是你要放生 那你叫你读经是要让你明白道理 明白他告诉你这些道理 他有讲 其实他有讲 那你不明白这些道理 你不明白因果的道理 因为一定要有因有缘事先起 有因有缘你会懂命 有因有缘你不会长寿 那你要把这个弄清楚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因果的东西弄清楚 那么他里面也跟你讲因果关系 但是你这个你不去看 你不去研究 你只是研究那个灯要几窄 那个线五色线要怎么办 那个明番要挂在哪里 那个佛要七尊 所以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在因果上 你要起磁心 你要明白道理 你要医药师的十二大愿 就是人家是这样严授的 人家是这样寿命长远的 那你要怎么样 像药师佛这样 有病的 没有前医的 你就当在医你自己的病 人家可能要死的 没有饭吃的 会死的 你就当作在延你的命 就这样 你延众生的命 你自然 你就自然会延命 你伤害众生的命 你自然就短命 这种东西因果是这样子的 你投人家的钱 让人家穷 你未来就穷 你帮助人家度过这个穷 然后布施给人家 让人家不穷 你未来就富有 因果关系很清楚 那你这个东西你不去做 你刚刚做那一些 就榜虎色线 续命名番 施球转灯 还要看着 别让它灭掉 我告诉你 这个意义不大 那个只是方便 重点是你有慈心 你有善业 那么你不断地去恶行善 重点是在这里 那你的善偏重在于 帮助这一些有病 那么会短命 就是会死的人 帮助他 那不只是做这个而已 所以他叫你放生 放四十九六的众生 那你也不要做这个就是 你不管他 你短命你只要放生 你就会延寿 不对 问题是你希望他延寿 你这个放生的心是希望他 因为你本来活不下去的 可以活下去 因为你 他过得不好的变过得好 因为你他要死的 他变成不死 那你不是啊 你管他死不死活不活 反正我就出钱放生 放到哪里 他会不会活你也不管 你也不管他 他放在那里他能不能活下去 放在那里本来活下去的 因为这些动物来了 其他的动物活不下去了 一面放生 一面杀生 甚至还没放生之前就先杀生 那么这一些 因为你没有注意到 你根本不是为了慈心了 你根本只是为了自己要延寿 所以你别人 有没有因为你得到利益 你不管 反正你认为只要这样做了 你就可以延寿 不对的 所以小病小放生 大病大放生 每一病就不放生 这个是很常见的 我现在病很严重 我出一百万 买了很多的云 放到那个水里面 那条云他也有生态的 那么本来生态平衡是 你还放对哦 你有一些咸水鱼放到淡水 淡水放到咸水 放下去没多久就死掉了 那么就算你放的是对的 这条鱼有生态的 这条鱼有生态的 顶多可以再容纳多少而已 你现在买了两车 比如说五万条 五万条放在这里 那本来生态平衡 它只要怎么样 它只要一万条 你现在放五万条进来 这些鱼放进来不用吃 它要吃什么 它不吃其他的鱼 那其他的鱼 这些鱼 五万条 只能活一万条 四万条要死 那其他原来在里面的也要死 那你是杀生的多 还是放生的多 所以你好好想这个道理 那这些算在谁身上 算在你身上 那你真的是要放生吗 没有 你只是要放生你自己而已 其他的都因你而死 那你这样可以严肃吗 当然不行啊 你就不要说点四十九盏 你就是点四千九百盏 一定要要死 为什么 论点不在那里 因为你并没有带给别人光明 那你没有带给别人幸福 那这些道理有些人不知道 所以我看很多人 要死法门 很多人没有去研究 要死去到底在讲些什么 所以他道理有讲 哪一些是方便的 你把它分出来 所以他有讲因果的道理在里面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重点在你起那个慈心 然后畅为你的罪业 然后将功赎罪 重点在这里 那你没有 你把心都放在那些仪轨上 然后祈求要施佛 要死惡要叉 那帮助你 你要先帮助别人 别人才会帮助 你只要帮助的这些众生 续命 你的因果上自然会有 就好像你布施给穷人 当中那一些穷人 你不用祈求佛菩萨给你福报 自然有福报吧 布施就有福报啊 你不用说 你不用告诉佛菩萨 我已经布施谁 布施给谁 做了多少 帮助多少人 你要给我福报 不用 因为因果是自然的 反而无事的 即使都没有人知道 你还是会有 不管是善还是恶 所以这一点你明白了 你不是靠祈求来的 也不是靠做法消除罪业的 不是的 就是这里说的祈囊 而是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 那你明白这个道理 我就说嘛 你口渴 你不用祈求佛菩萨 喝水之前不用祈求佛菩萨 让我解渴 让我解渴 喝下去解渴 佛菩萨生命干 不用 你不用这样嘛 你只要确认了这个是水 可以解渴 你就喝了 那确认这些事情做了 你救别人的命 你的命就自然会延长 这个业果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 佛菩萨 佛最重要都是告诉我们 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 你确认因果的道理 就是确认四弟的道理 痛苦怎么来 幸福怎么来 那你的健康要怎么来 你的长寿要怎么来 你的家庭美满要怎么来 你的事业成功要怎么来 它都有因有果的东西 它不是祈求来的 不是做法 做法来的 痛苦不是做法消除的 幸福不是透过祈求来的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看一看 我们现在多数的佛教徒 不明白因果 一样 一样都是做这些难其难 祈求 难处 然后做一些比较 仪轨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效 但是这些仪轨主要要生起你的内心 那么行善去恶 你没有做你当然在那些仪轨上 那么其实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所以我看过很多做钥匙法门的 他没有重在那一种 慈心的增长 那么救苦救难 那些痛苦的人 那一些要没有命的人 没有钱看病的人 那么就是他生活在困苦中的人 包括一切的众生 不只是冷 但主要是冷 那么你没有去救奉这一些 那你只希望透过种种的仪轨 种种的仪式 让佛菩萨救灵的命 你有这个道理 没有 因为佛也不能改变业果 佛如果可以救 他应该要先救谁呢 先救释迦主 释迦主要被流利往屠杀 他怎么不去救 他也去救 他怎么不去用个要书法会 让他们都严受 没有 让他们都除灾 不是这样子 有些业果决定了他 佛也不能灭定业 佛也不能改变业报 你不修福 佛不能降福给你 你不畅违 你不修行 佛也不能降你的灾 没有 个人修个人的福 个人除个人的灾 佛不够就是告诉你道理 告诉你这些道理 如是因如是果 那你要如实知如实见 那你就可以得到 就好像你知道了这个是水 喝下去就会解渴 你也不用祈求佛 让我解渴 让我解渴 念个咒语 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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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就解渴 不用 你如果喝的是酱油 你即使祈求佛 也不解不了可 你即使念了一万遍 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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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下去还是不解渴 这简单的道理 那这个我们要知道 好 所以 那么形形色色的境界 其实我说佛教也很多 佛教徒 佛教徒可多了 但是跟外道比起来算少 老实讲 就没有那么多 但是大多数的佛教徒 还就是带着戒心群 带着戒心群 带着什么手环 还就可以存在 你看 然后这个绑着什么线 然后就可以怎么样 挂个什么牌 太多了 甚至现在都有佛教的 佛教以前是没有佛的 只有咒 现在佛跟咒结合 我们如果是有人往生 都歪一掌毛巾 现在都有佛教的佛咒 那佛教的佛咒 当然有些用道教的 有些多数都是用写 然后就写一个咒的 就像这样的咒 然后就回去 就好像说你去参加这种商事 可能不吉利 然后那个咒带着就不吉利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借进去 他多数的很多 然后有些就贴在家里面 反正有点多了 身上带个咒牌 带个人员咒 然后就可以怎么样 我告诉你 这些多数都是借进去 但是他也有安心的功用 也不是没有 就是觉得 好像有保佑 但实际上 这个不是佛法说的 好 那么形形色色的庆见 现在都不会执取而庆见 如果你有证见 其实上你是可以知道这些 你不会去做一些比较无意的 但是众生 人家做你也不会特别去做到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他就需要 他就需要 就好像小孩子需要抱着他的 他的这个 他的这种小熊 小熊他才会安心 那你就给他抱 那实际上安心也不是那只小熊 带给他安心的 那也不是 那没办法 可是那小孩子 他就不懂 那幼稚 那你就让他 你就让他这样做 不然怎么办 那很多佛教的他基本上也有这一点 就是他要医着什么医着什么 他才会安心 那没关系 你都给他安心 那实际上 你不能一直这样 就是你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这个只是短暂的 就好像牙齿痛 吃个止痛剂 那可以 他也不是没效 止痛剂也不是没效 真的就不痛 可是止痛剂过了 你一直要吃止痛剂 睡不着觉 你一直吃安眠药 吃到最后 肌量越来越大 那个就变成问题 那个安眠药 就变成你不能睡的 不能睡的主因 身体不好的因 他也不是没效 他也是有效 止痛剂跟安眠药有没有效 有效啊 怎么会没效 可是那种有效 只是短暂的 短暂暂死的 那 刚学佛的人 当然都需要这种 类似安眠药 类似止痛剂这种东西 可是 他没办法 他暂时需要这种东西 但是你不能一直依赖这种东西 佛法要从根本上讲 要从病因 要从苦因上下手 幸福有幸福的因 热有热的因 苦有苦的因 你要从因上下手 而不只是吃那些止痛剂 跟那些安眠药 那么这个有后遗见有副作用 那真正的法是没有后遗见没有副作用 不会有产生依赖感 那真心会产生依赖感 你没有他你就睡不着 你没有他你就开始痛 就变成这样了 那心还是一直不安 那这个其实 其实多数的人 他如果你没有听佛法 或是没有好好留意诗文 有时候你就一辈子 你以为在学佛 其实你老实讲 你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你一直以为你是个佛教主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佛教你接什么 佛都在讲接什么 佛为什么是佛 你根本都不知道 梦都没梦见 这个是现在还好一点的 应生导致那个时代 我告诉你更多 大家都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那么出家人就是诵经的 在家人就是参加法会的 那么也没有解脱这件事 就是往生而已 大家都求往生 因为不可能解脱 就讲这些嘛 实际上这个不是这样说的 甚至说 这个后面也会讲 说阿罗汉多还有隔音之谜 什么阿罗汉有隔音之谜 阿罗汉多没有笑一声了 他还有隔音之谜 好 我们往底下看 那现在不会只取为清界的 以 就我们刚才讲了 是对于佛法生的虎与不定 那主要是四地跟远距 对于四地 虎流转的 还灭的 正确的因在哪里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怎么样解决 那么你不了解 佛法就两件事而已 痛苦怎么来的 要怎么解决 就讲这种件事 痛苦怎么来 现前的痛苦 未来的痛苦 一直不断循环的痛苦 叫做沦闻 它怎么来的 那要怎么解决 就讲这两件事 那你一定要认识真理 你知道苦 知道苦因 知道灭苦的方法 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苦的究竟 你知道了 知道 你确定了 那你就这样修了 你已经确定 确定目标是这样了 方法是这样了 路是这样走 确定台北在哪里 往哪一条路可以上台北 那你走了 确定了你不在华语 就一直走 我确定是这样子 那这一部分的确定 很多佛教徒也没有 我们就说他都 因果他都不知道 多数在非因 基因 非果 基果当中 他也不晓得罪从哪里来 也不晓得会受什么罪 他就一直 反正我也不管我有什么罪 反正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消瘦 我就天天 天天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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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出罪了 不是 不是 所以 他说 对于佛法身的福以不定 见了正法是彻底明见 这些再不会将信将疑 就半信半疑 所以很多人也会这样 他相信英国 但是他也相信英国之外 还有另外一套法 他也相信这个 他说 是 我知道 佛法是想政见 但是我们是凡夫 所以 那时候 有时候方位盖措 他也是会遭灾难的 那你方位盖措 的福报就会进来 这个符合英国 你的福报是看你的方位 是看你的深层八字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讲 其实他还有很多佛教徒 在做安太岁 还有很多人叫安太岁 那安太岁是什么道路 安太岁就是我们的生肖只有十二种 这所有的人就只分十二类而已 这个十二生肖 就十二类 那十二生肖里面 每年都有冲到的生肖 有时候有一个 有时候有两个 有时候三个不一定 比如说 假设今年是冲到属牛的 我也不晓得今年冲到什么 今年是冲到属牛的 好 那属牛的就要去安太岁 如果不安太岁 灾难就会降给他 那这个是什么道路 这个就是不管你是好人 不管你是坏人 不管你有修行 不管你没修行 反正今年轮到你倒霉 倒霉是造轮的 十二生肖都要轮过一次 十二生肖都要轮过一次 那今年刚好轮到你倒霉 你去点灯你就不倒霉 这个有因果吗 那当然没有因果 那管你是孔子 管你是佛陀 管你是耶稣 那今年就轮到你倒霉 你就是要安太岁 不安太岁你就很麻烦 有这种事啊 那这样因果是怎么来的 所以很多佛教徒 即使知道有因果 但是对于这些不符合因果的事 他还是抱持一种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那个就是什么 将信将疑 宁可信其有 说不定有一些道理是我们不知道的 说不定有一些事情是超乎我们想像的 所以还是相信得好 反正有花钱消灾 我告诉你增长于此 你就永远这样加信将疑 你这个疑不断 我告诉你你是不可能被解脱的 在佛法上你力量不强 那这一部分其实真的要讲佛教里面 也是有也是蛮多的 那你必须要凡事要建立在因果上 那这个因是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 这些烦恼早已服而不起 就是我们现在就要先扶住这些人 不要老是在那边非因尽因非果尽果 这个道理就不对了 你现在念个经很简单 你现在念个经就有多少功德 那么我们常常会有这样 我念一百步金刚经 那么我要求什么 你念经就有功德 然后后面再加个什么咒 功德乘以一百倍 然后在哪一天特别的日子念 又乘以一千倍 今天这一天是什么日 所有的善行称一万倍 好了 那有这样子的吗 这样合乎道理吗 当然不合乎道理 有没有人信 有啊很多人信 那么这些其实都错误了这种观念 你如果没有先确定这样的观念是不正确的 那么你怎么样会用 把心力都用在正确的方法上 如果你没有先去除掉这些不正确的 你的心不放在这些身上 你的心力怎么放在正确的上面呢 你怎么会有力量呢 你怎么会有事不坏性呢 佛法身界是不坏性呢 你怎么可能见缘情呢 你怎么可能断身见缘 那是不可能的 你的心 你的心是处于一种迷茫的 你迷茫茫的 根本就没有力量 夹杂着烦恼夹杂着邪见 先不要讲你的方法是错误了 那么你怎么可能会得到佛法的真实力量 当然没有啊 那这一部分其实很多人都不去想 所以他说这些在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 都要怎么样 都要符而不起 到了正见法性才是断了根 法性是什么 法性就是无我 就空性 他就是空性 空性就是无我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个空就是无我 无自信 就是无自信才无我 色作想行是基本上 你以色为我 现在跟你讲色其次空 色其次无我 没有 没有 没有一个我 那你要能够断身见 我们前面说过的 你要能够断身见 第一个一定要断见进去 因果关系一定要深信因果 因果关系一定要很想明白 你对这个因果关系不如实之不如实现 就是你不正确 你是没有办法去掉苦因的 就好像你这个病 病因不是这样 你却一直以为是这样 就像我们说以前那个乌角病 那个是因为你水寒有生 但是你不知道你以为只是鬼神作怪 这边瓦会那边瓦会 办了几场大瓦会 也不能去除乌角病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鬼神的原因 是在什么 是在那个水里面 可是以前的人不知道 以前的人不知道 他就以为 这个灾难是由这个而来的 刚好月食发生灾难 他就认为以后就从此认为 只要月食就会发生灾难 月食就认为是天狗在吃月 所以赶快月食就很紧张了 就有一年刚好月食发生灾难了 然后大家都认为 只要月食就会发生灾难 钥匙区里面也有讲 月食怎么烂 但是很多人就会这样认为 所以就开始怎么样 月食要来了 有天狗要吃月了 赶快拿锅碗桥本出来敲 敲敲敲敲敲敲 慢慢慢慢 狗又把月亮吐出来 以后就觉得这一招有效 所以每次就要怎么样 遇到月食就赶快敲 有效 真的有效 真的是这样 当然不是 那这一些 其实有一些宗教 他就变成 就变成迷信 就是这样 那这一点我们都要从因果上去看 所以 断了根就永无生起的可能 所以断是彻底断绝 不只是不限起而已 以三劫为首的一切剑所断绝 都是由于真实的智慧了 现前起剑法性而断剑 那我们说过重点是生剑 因为我剑是根本 我剑是生死的根本 重点是断佛剑 可是我剑要断 一定要先断 戒心起剑跟疑 你对因果不如死之 对四滴不了解 苦 苦因 灭苦知道 怎么样才是灭苦 你不知道 那你怎么样灭苦 这个病都不知道 吃什么病你都不知道 要用什么药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病会好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得的是什么病 为什么得这种病 要用什么药可以治这种病 知道什么时候 那个病才是断根 你都不知道 那你病会好 那哪有可能呢 那一样的道理 那你用错药 找错医生 用错方法 那你不要说病不会好 那病更严重就有 越来越病 那你还不知道 你还会是好的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三解 三解这一部分 重点像现在来看 都放在什么 借进去 非因基因非果基果 这一部分 那么如果你没有弄清楚 那么四滴你也先不用讲 那么延起不用讲 你这个非因基因 你就是外道见 外道见 外道的观念 外道的行为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行为 你怎么 你一直在外道里面 你怎么可能理解到佛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以为这些就是佛法 其实不是 这个是外道 外道见的 所以这一部分要先去除 这很重要 那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一下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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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于一切 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我等于众生 你开会 都会遇到佛路 我等于众生 你这些 我等于众生 都会发生